今天挑战王铁锤这个人可不一般 他的下的棋比较刁钻 人送外号刁大牙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对局 铁锤来了一个先人指路 这个果然很刁钻 他不走足底炮 飞个象 铁锤上个马 可以骑冲个足 同棋快马加鞭 抢占制高点 可以骑上马 护足中足 同棋来一手炮二瓶六过攻炮 黑棋高炮 黑棋高炮很明显了 下一招就准备冲了 同棋当没看见 回一手像 那黑棋乐坏了 冲 同棋踩进去 黑棋再冲 同棋恰好 拿一个拐胶马 再踩你一下 你怎么办 你一平 他就把鞠晾出来 他选择了一个上马 保路 让你这个鞠顺利的开动出来 红棋就 平炮 准备晾这个鞠 黑棋就 高九路鞠 红棋 先鞠九平八 把这个鞠晾出来 黑棋平炮 顶住马 红棋再把这个鞠晾出来 黑棋 退一手炮 他害怕这个一踩完这个小脆 你踩把炮吃了 他退回来 打你一下 红棋呢 也不手软 对吃 那黑棋一算 就一分交换 这个不占便宜 哎呀 就 先平鞠 保路 那红棋呢 他就选择了一个 定鞠 定路里 黑棋呢 又选择了一个 担子炮 红棋呢 这个鞠处于一个险地 他呀 再退回来 送鞠来夺你的马 那这个黑棋呢 就选择了一个 踩进来 交换 红棋给他一吃 黑棋给他一打 黑棋是吃了这个 把这个一吃 红棋呢 并没有主动来给你交换 你这现在是个担子炮 我不主动给你换 我要定居 把你这个码头给你摁住 那 黑棋呢 他主动选择了一个交换 他并不来踩你这个 他要吃你这个 吃完这个呢 那这个还在嘴里呢 这个呢还被压住呢 骑马呢动不了 那就明显的这个红棋 是大战优势啊 黑棋 进一步 红棋 再退聚 准备啊 以后就掩护这个马呀 往里面跳 黑棋 雄炮 打一下 红棋呢 就选择了 马六斤器 你这个炮走开了 我往这边跳 所有的子力啊 都往这边集结 黑棋 这边的聚马动不了 退居 想扫住兵 红棋呢 又退居抓一下炮 你这个炮 没帝王跑 只有平到这来交给居 红棋呢 就平炮 那你这个小马 可就凉凉了 他呀选择了一手 先不适 红棋呢 还不直接打 他先走过过门 先打一下你这一串 你要是吃兵 他打完你的马呀 还是个线索 还吃着你的包 他选择了一手退居 然后呢 再把马打掉 这样呢 把你这个居啊 赶离这个兵线 黑棋往下冲 冲棋先补一手 黑棋呢 又把居搞过来了 他把居搞过来啊 下一招啊 就准备平炮了 以后又 到底闷杀的这种手段呢 所以他下一招 要砍你的平了炮之后 要砍你的兵 红棋呢 未雨抽谋 先飞个边巷 护住这个巷口兵 黑棋 平炮 摆脱牵制 红棋呢 落个巷 一点可乘之际 也不给你 不给你这个进居 卡向眼的这种机会 黑棋没办法了 又进到兵线 红棋就不理他了 居高起来 黑棋指手试 红棋啊 又平个巨 最后这个入居 几步棋啊 非常非常精彩 大家继续往下看 往下欣赏 回一勺 品居 准备啊 来抽姜 黑棋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吃掉 红棋来一姜 黑棋落个市 那走到这儿 让你走 你会走什么呢 铁锤啊 就走了一步棋 这个黑棋就交枪了 他怎么走的呢 跳个鞭马 送到你嘴里 你怎么办 你现在呀 不敢向鞠 向鞠 我一将 你上老将 马后屁 你出老将 兆头一将 你要是吃马 呢 冲你的鱼 那走到这儿 就脱子人负了